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真的是下定决心了 毕竟在他最困难的时候 他也没有卖 老者其实也希望他不要急忙建房子 他知道人有多大能力 办多大事情 可是这次他也劝不下来 其实他们夫妻两个分别在房子上花钱 真的是浪费 可是关于这件事情他们都不肯退一步 老者现在也不多说了 他自己也要建房子 所以只能给他们提供一点简单的材料 或者抽时间给他们去帮忙 他真的已经是人至已尽了 昨天老者过来的时候 阿祖法还问他 他说很想念他的小外孙 怎么不把他和莱拉一起带过来玩 老者可能也怕阿祖法听到了什么流言蜚语 他和他解释说 最近他一直在躲南方的家里人 他们很有可能想把孩子抢走 所以他前段时间带着孩子和康特 在一起躲避这些人 其实阿祖法从来没有猜错过 莱拉和康特有什么 只是让老者转告 让他的女儿有空过来看他 毕竟他们也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老者和他说 最近他的工地上也有工人在干活 所以他的女儿留在那里监工 等没有工人过来了 会带着他们过来的 哥哥今天空下来也问阿祖法了 他说这两天康特都没有过来 那他肯定是在建房子了 你要不要问问他建在哪个地方 要是那里生活方便一点 而且他跟你保证 他永远都不会让他的妈妈找过来吵架 你也可以跟着他去那里住 对于哥哥的这个提议 阿祖法直接拒绝了 他说我其他的事情都可以答应他 但是这件事情我不会同意的 他对他的妈妈还抱有幻想 但是我敢肯定 他永远都无法摆脱他们 阿祖法的话斩钉截铁 他说我已经对他没有任何的信心了 虽然他人是好的 对我也不错 可是他却过分地愚笑了 他哪怕生着他妈妈的气 没过几天就会原谅他 所以我只能眼不见为惊